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偿紧讹服尔祸 湾子 水 花的历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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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21点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等等 有什么样的作用 讲这个问题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要分析所谓的名声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认识自己利益的这些人 对自己所谓的名声 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大家也应该值得观察 因为有智慧的人 他不像世间的一些愚笨 旁生一样的 他对自己真正有利 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 首先是用他的 很敏锐的智慧来进行观察 进行观察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以大乘佛教的智慧来观察得到 观察到什么呢 所谓的名声真正对自己的自利方面 就是用得什么样的呢 的的确确也是没有的 卡扎巴格西也是这样讲了 所谓的名音就是一种魔 对你有了名声的话 是一种魔的封城 所以有些人有了名声之后 自己觉得好像真正已经有了功德一样的 然后对因果 对佛法很多方面 并不是特别的认真 最后自己也是随着这种名声 画坏自己的身心 这种情况比较多的 然后所谓的名声也有 对有些真正存知证见的人 一些高僧大德或者诸佛菩萨的发现 恐怕是有名声 也有一定的利益 就是说前天 我们所讲的一样 但是也有一些人 没有什么意乐 有了名声的话 最后坏坏自相续当中的邪力 坏坏很多的善根 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的 你只是为了一个暂时的 贪图安乐的话 那么这一点 不应该这样迷惑 因为你如果不顾 来世悲惨的痛苦 或者对将来 生生世世的这种命运 一点都是不顾及的话 那么这是暂时的一种安乐 世间当中不一定是名声 还有许许多多一些不如法的 暂时对你的心 带来这种快乐的现象比较多 比如说 世间当中的赌博 然后打麻将 或者是入一些购物厅 享用一些美酒等等 那么这些暂时 对人的身心来讲 还是有一种 迷惑性的一种错乱 不仅是这样的 现在很多外面卖的 什么海洛因 吸毒等等 这些也暂时看到 好像对人有一种自我的掏嘴 自我的麻醉 过得心情很快乐的 当时最开始的所谓的这种鸦片 传到我们很多地方来的时候 人人都觉得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感觉 但是这是在我们识典当中 也是非常下等的 非常不好的一些行为 为了这些快乐 如果你真的去享受 那自己的乃至生生世世 全部都摧毁了 那么这里的赌博 在有些颂文当中 受装饰 装饰也有这样的解释 我对了一些几个讲义 可能度过也正确一点 但是在当初的 有些讲义里面说是装饰 所谓的装饰 不够来自今生当中 装饰自己的身体 好合生 就这种原因 已经有する 刚才他们的一天 抓走 我会做出一个比较的 你给了一下 我们先一下 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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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世代的意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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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